在2011年的纽约联合国大会上 五个常任理事国史上首次全票通过一项决议 这项决议甚至直接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灭亡 那么这究竟是哪一个国家 它又是做了什么罪恶滔天的事情 竟会引来联合国的集体愤怒 点个关注且听小编细细道来 2011年2月26日 位于北非的利比亚国家形势 随时都面临着失控的局面 对此一些西方国家也想趁此机会 对利比亚采取相关的制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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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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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走向了灭亡 两年后 一项关于制裁利比亚的决议在联合国大会上出现 正因为以上卡扎菲的种种言行 才导致了联合国武偿无一反对 全票通过的决议 这大概也是联合国对卡扎菲傲慢无礼 团队大会上升联合国的决定性格的国家 而利比亚也是联合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全票通过赞成制裁的国家 不久之后卡扎菲身亡的消息就被爆出 也正因为卡扎菲的事实让利比亚这个国家再度陷入战乱之中 国内百姓也民不聊生 纵观卡扎菲的一生 自他1969年上台以来 就与各个西方国家交恶数十载 一度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境地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他傲慢自大的性格态度是有目共睹的 在许多国际会议上 卡扎菲一直都是想离开就离开 总之就是我行我素 而他接连得罪联合国武偿 每一个壮举都足以载入史册 在卡扎菲访问我国期间 我国领导人皆是不将其放在心上 真正做到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 这才是真正的礼仪之帮 每个人做事都可以高调 但为人处事谦虚低调 又何尝不是一种莫大的智慧 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